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向左网的节目时间 我认为今集最主要是由一封信开始 就是五山封信 我认为一月内发生了很多事 我认为在去年到现在任山 任梁宪事件之外 其实黄叔的去世或之前唐英年司长八十后的风波 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这一集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 或者将时间交给长毛 先读了五山的公信 五山就是我长期写信给我的人 我现在要回答他 他的信是怎样说呢 就是这样的 长毛先生 你好 任梁宪事件反映香港人 很重视道德 公众对知名度越高的政治人物要求越高 任梁宪爆出这丑闻之后 他的声势已大不如前 至少传媒不再吹捧他 此次对他参选议员必大打折扣 此情况就如纽约州长史不折召忌事件 他因此事而黯然下台 所以所有大政党都严格规管党外纪律 以保持党的抹弱度 请问长毛先生可否透露一下 射文言会怎样处理任梁宪事件 謝謝 吴先生 任梁宪那件事我已经在 在《香港记者专业会》说过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 有人去寻刑事的检控去举报 向警方说 马草莱林郑倩 即是我在《社民团团》的党友 亦都是我世侄 因为他是任士林的儿子 就说他涉嫌非良强奸 实际上也进入了调查的程序 因此警方正式拘捕了他 所以从一个人的法律的监默权那里 他就真的不应该说话 除非他认为说话 对他有利或者说话 是有助整件事的明白 因为他有律师代表他 当然他会听他的律师说 直到他就没有跟警方说 应该是 因为他跟警方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因为我不看那些 叫什么 叫做 八卦东西 不是 网上那些叫什么 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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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的 我实际上真的不看的 我就不知道在讨论区搞成怎样 实际上他也见过几次传媒 他说过清仔自清 他觉得对他不公道 亦都叫传媒不要圈颜这件事 对他不公道 或者他可能考虑会告一男一女 因为那些人是涉嫌 是一个 语谤他 他也都 就我所知 我也纳一纳访访问 但我没有详细看 就是接受了一周刊的访问 很快就接受了 所以其实他是有 就那时候表态 整件事来说 他觉得没有 第一 他当然是说他没有犯到被指涉嫌的罪 这个很清楚 他没有理由说是 如果是就不用讨论 第二 他其实也很清楚地说 有人圈议 有人陷害他 这个 我没有办法知道 谁是 我没有办法 因为 只是任亮倩说 其实他说的 我只有信他 为什么呢 如果不信他 他就不是我党友 是不是 而实际上 在整件事也没有 除了有些 传媒 采访某些人之外 我亦都没有看 因为我们都看得到头痛 是 看少一些 就是指控之外 实际上 真的没有原告 没有原告的意思是什么 在传媒那里 经过了传媒的处理 有很多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或者某程度 就好像 吴先生所谓的 一个 传媒 其实传媒就很喜欢搞些东西 由传媒到传媒 我就不会 就这样当传媒说你是真的 那变了就是 没有原告了 原告是去了警方那里 是 有很多据传 就是他说 他说 也有很多 所谓的原告 有些就说了 原来是等于没有的 譬如 民主党有一位 叫小百合 指控就很怪 他跟我有来往 我问他结了分析 他就说 他是单身的 原来他还没有跟前妻离婚 那些 根本就是 不知道是传媒 找到他出来 他就随便说两句 或者其他 有所谓的 非文 就是说男女关系 之类的 其实都是 他说的 就是说 那个人是没有 第一 没有去到警方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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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说 这么重来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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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曹黎選擇在法律上說給警方或不說給警方 他亦選擇用公開表態的方式周知全香港的人 我們都知道了 任亮憲的表明是非常清楚 一個人就已經否認了 又沒有原告你怎麼處理 審問你怎麼處理 等於史不哲一樣 因為他是承認召妓 當然要處理 他的表明是非常清楚 在《一周刊》那個 我想他最完整的表明就是《一周刊》那個 即是真的有涉及那件事很詳細地說 我只要是相信他的版本 所謂公審的風波 即是所謂公審的風波就是我助理很多年的朋友前友 他寫了一封信 傻姦姦就說要任亮憲自己去解釋 否則就要開一個聽證會 聽證會就是 難道怎麼聽證呢 因為沒有證據 完全都沒有了 即是沒有原告怎麼聽證會 所以我現在是反對這樣做 所以其實 要不就任亮憲 他覺得他講的話都還未足夠 要向大眾 或者向社民說 讓我們知道這件事 或者代句澄清 如果不是的話 怎麼搞呢 沒得搞的 這個是疑中流程 對任何人都是這樣 我不是只對任亮憲是這樣 我對金賴威也是這樣 金賴威也是所謂是愛是好事件 那位女士 她又不想出來 又做了一個懲罰 那民主黨都沒有辦法搞的 她只問金賴威也是支持 她都要信金賴威也是支持 如果那個小姐 那位女士出來講的不同 因為那個是一個懲罰加上證據和表達 很簡單 整件事就是這樣 剛我想起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涉及到這些 無論是法律 甚至是人和人之間的糾紛 無論是誰是誰非 處理的方法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受害者 或者你覺得你在整個過程中 遭受到一些不公平對待 其實你都有責任公開地去交代 其實那件事是分開講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 假設有犯罪的話 不要只說馬昭麗這件事 如果真的有一個犯罪的話 那個犯罪當然是有權駕密 有權跟任何人說 但如果她要做一個犯罪 是影響他人的時候 她應該要確認她 要確認她 即是確認她 但她一定要給她投訴那個部門 即是警方 或者她如果要社民連 去處理這件事 她一定要來 即是等於我最近收到幾個電郵 即是虎口婆心地勸我 要在社民連的內部爭論上表態 我也馬上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不看討論區 所以討論區影響我不到 所以那三位人兄或者人姐 我不知道她是甚麼性別 都特意叫了人發訊給我 我都說不如大家見面 既然那封信寫得那麼狠切 至今她不想和我見面 如果你不想和我見面 在某個程度上 我真的沒有辦法討論 即是一個人的基本禮貌 我都願意和她討論 如果你說寫來寫去 老實說真的無謂 我不知你是哪位 是吧 就是這樣 所以某個政黨都會處理這些事 但問題要是有個方法 因為社民現在真的不能做 她只可以一般這樣說 假若有這樣的事 社民是不同意 但現在人家不是要社民這件事 社民現在一定會說 如果假若任立憲有甚麼事 我們都支持她一定不會 是吧 我們現在覺得她的訊息 是說沒有的 我們只有信她 除非有人出來抗分她 正式 不是說某個報紙找某個人 因為她經過記者處理 是 你明白嗎 但已經是第二首 其實已經是 不是她自己相信 PSA PSA 這麼簡單 我覺得 我也不明白為何搞了這麼多風波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是吧 任何政黨都會就一些紀律的問題 是用她原有的機制 或者特設的機制 是還被指控的一個公道 其實這個不是審來的 是吧 是厘清這件事 是厘清這件事 如果當事人選了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不需要特別說給社民連聽 我只是對公眾說 社民已經收到 那麽 就算是好 是吧 是吧 因為其實很清楚 這件事 我想大力量明白 任何政策是正式 Denign了所有的 Allegation 你說喂 長毛 還有人說 為什麽 你不去問 任何政策 因為她已經否認了 還問什麽呢 而那些Allegation 又不是親自跟我說的 是透過Heer Say of the Heer Say 去說的 是吧 即是你很難去處理的 實際上我都遇過 任良憲有一次社交的場合 我不會去問她 我不能這樣做 因為這個對她真是不恭喜 你要明白一件事 沒有人去正式指控她 在除了在警方那邊 其他人是透過傳媒做的 是吧 是吧 我看了傳媒 我信不信傳媒呢 其實傳媒也是靠那個人去說 才做故事 是一面之詞 是 她傳媒一定是 是循例問任何政策 她已經否認了 是 傳媒一定會循例 因為那個可能是一個 有機會是一個 理由的事情 她一定會問當事人 所以整件事是很簡單的 好 好 或者吳先生應該都對 長毛那個回答 不是 她優點是說正確的 即是說 社民連可以做些論述 就是抽象地說 怎樣說這些 但我覺得都不太適合 是吧 因為根本完全 整件事未搞清楚 是 都是交給相關部門處理 這樣較為適合 或者是 有新的情況發展 或者 有人來 發行一個 抗議 或者 馬草黎覺得 她真的忍不住再說 多些 我們才會再說 好 這個 先把抗議 我想 這個月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華叔過身 當然 很多人之前已經對華叔過身 或者他生前的功課 都有一些 一些提法 當然 這個消化了 就是華叔會走人 就消化了 但是華叔似乎是 在生前很注重 他的歷史交代 約了很多傳媒 做了很多專訪 這些專訪又經過第二手處理 因為不是華叔寫的 所以你不能夠說他不可信 但是百分之一百 就是華叔的本意 你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 就是華叔一生人 是透過這些傳媒 跟他事先做好的訪問 或者過去炒他的資料 來拼湊出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口述歷史 有些人會意他生前 就是這麼多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反映了兩人 第一就是華叔很認識 你怎麼看他 第二就是 他有些事情想人知道 他就告訴他 這個就很清楚了 但是會不會打折扣 不知道 但是當華叔的生人 我也有說過 他有幾個疑點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追 就是知道他做什麼 就是他 為什麼他加入學手社的團體 怎麼出來 現在有些旁證 有些人說 當時是認識他的 就略略說了他的表現 和為什麼後來他不學學 那學學社之後 直到1973年 他組織教協 也是一個 沒辦法去稽考的東西 除了口述歷史 或者華叔自己口述之外 華叔在這方面也很少 這是一個謎 到1973年之後 他就變成公眾人物 在公眾那方面 就真的可以在 Tiaka那裡查 是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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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間這麼大的空隙 是 怎麼可能知道的 重不重要 我不知道 因為 蓋觀定論 一身人 去哪個時代 哪個時代的比重 是不知道的 其實華叔自己也有說 做了三件事 一個就是教協、民主黨、支援會 這三方面 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有些默落的 但是華叔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寫文章多 但是通常不講 不會全盤講他的想法 就是不會說有一個很完整的論述 其實他 他有些散文 那裡可以做整理的 就是說要做些整理的功夫 找回一些事實 和某個事情的想法 他跟其他歷史人物有個分別就是 有些歷史是查不到 另外一樣就是 他的著作文學性比較多些 就是寫散文 因為他其中一個心儀的偶像 都是魯迅 所以他寫習文 也寫得不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出了很多本 如果幫他出散 你在那些習文那裡找很難 其實等於你找魯迅一樣 魯迅要找日記 魯迅有日記 所以可以在魯迅日記那裡找 魯迅日記加上魯迅的文來找 雙數查 但是現在華叔真的沒有 由他不再而成人 即是立志加入學友社 學友社到底是為何會加入 為何會被人清洗出來 跟著知道那段歷史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中間是經歷了很多事情 學友社之後就是六七暴動 一直到七三年 文文教師示威 文文教師示威 他就變成了公眾人物 那裡還可以查 但有很多事情 其實都沒有辦法 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就是他怎樣去領導教協 因為有很多人會寫的 論什麼什麼什麼 所有好像華叔現在這麼重要的歷史人物 大部分都可能在歷程中寫下了 或者是為了搞運動用 或者是論戰用 華叔絕對不做這些 教協的立場書是否他寫也不知道 最少他就同意那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參考 由七三年到八九年 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中間經歷了1984 由1979年開始有中國文文 他的態度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一個這麼重要的事情 四五天安門事件 1979年的北京之春運動 華叔完全沒有表態 這個是中國文文 華叔在那段時間 有參與香港社會運動 大家知道 亦都有一個華樂庭的報告 去自知證明 所以華叔在那段時間 對中國是沒有態度的 當時 甚至劉山青是托派 他都說不支持他 這是很清楚的 張張明顯 即是1973年 中間經歷過四五天安門第一次事件 1979年的北京民主場 1981年的大鎮壓 再向前走 就是清除 這個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 清除精神污染 到86年的胡耀邦被拙 他一直沒有表態 這個第一個是中國的 第二個就是 在這個 1981年 隱隱然開始 到1984年 是定了調的中英談判裏面 他是沒有表態的 是非常時事表態 他個人沒有表態 或者不是很清楚地表態 直到教協會 在中英聯合聲明差不多要簽 之前發表了一個立場書 這個你可以當是 因為華叔當時是他的領導人 你可以當是華叔的態度 其實很遲 接著到陳埃樂定 中英談判陳埃樂定 香港好大也有一個前途 香港好大也有一個前途 華叔就做了草委 草委裏面的事情 也是不知道的 為何會找他呢 譬如 是無茶無實居 就不要說了 是吧 好了 最少共產黨覺得 他是可以代表到香港人 或者是共產黨統戰的對長 這個很清楚 是吧 因為他是有權的 草委 好 草委 一直到 所以在草委的過程裏面 1986年的中國民主運動 復蘇的第一波 就是全國運 他是沒有表態的 是沒有很清楚的表態 沒有像1989年一樣出來搞 那時候過了 接著到了1989年 1988年就是 1888直選 他就一錘定音 是 贊成那個所謂四四二方案 他初頭也是很猶豫 後來學聯提了出來 他就一錘 所以學聯方案再修改了 變成泛民的方案 即當時民主派的方案 當時他也是草委 是吧 所以他是大致上 一定會跟中共翻臉 接著到1989年頭 由1月開始 國內已經搞 他是很遲先表態 是 他是到5月17日 如果他領導的團體 就叫做民促會 是5月16日至17日才表態 我記得5月17日 我跟兩隊人去遊行 互相爭露 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沒有人能夠跟我爭辯的了 17日之後表態 隔了四天 大家都知道了 後來有個叫做全支聯 後來現在變成港支聯的團體 在催生了 就是華叔做了一個主席 就是四天之內 他是由一個 可以說不要說四天 十天之內 我當他是5月17日前 其實都很關注 就是這樣變成這個 由全支聯 成港支聯的領域 這樣做到現在 就是他一生人的 其中一個公職 教協當然是一個公會運動的 很出類拔稅的公會 但是教協由1973年 到現在2013年 其實是40年 根據華叔說的龍卿重 就是說先搞福利 再搞業界的權益 再搞社會運動 是有一把尺量 即是教協在教師運動裏面 起到的作用 那你說 我們這間公會是全香港最有錢的 Fine Yes But 不要拔不拔 但是如果你說用農輕重 農業搞了多少 輕工業搞了多少 重工業搞了多少 大家在大學教書就知道 這個教協的會長冯偉 就是在那裏工作 你看看這個 成大被人不斷炒的那些人 我已經不說 就是每年都有教師自殺的事件 那又未必跟他們有關 這個 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職次和事業 就是教協 這個教協當然是 教協的聖需發展和司徒華 分不開 這個可以客觀評價 是吧 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 民主黨 支聯會就是這樣來的 華叔在這個 對中共做的事不出聲 到了反面 就是八九文文 反面之後他就很清楚 是結束黨專政了 這個很清楚了 這個很清楚了 有職可層 亦無謂 大家有自己比 大家自己去 民主黨就是他 在這個 1995年 立法會選舉之前的一個選舉 1994年 那時候 趨生出來的 這個就是由港同盟 這個 民促聯加支聯會 兩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在中共 反面鎮壓 要制定基本法的過程裏面 趨生的正義組成 大家都知道 港同盟 在第一次的 第二次 第一次的直選 有直選成份的議員 立法會直選 是大鑊全盛 是 除了劉慧卿 可以分到一杯羹之外 基本上 沒有人 跟我們 現在大家都知道 當年他們 甚至走上去找 這個 韋奕信 要求做行政 就是委任 相當的人 去行政局 那裏 後來 為什麼 1994年 是會 趨生到民主黨 因為 當時真的 港同盟要向前走一步 其實當時 是有分工的 李柱銘 就退出了支援會 的常委 他是副主席 就負責黨務 就是領導港同盟 華叔就留在這個支援會 這個大家都知道 港同盟的所有黨員 都因為六四的血腥 而令到香港人感覺到 共產黨的無恥和可報 對香港的未來擔心 對香港的未來 二分加憂慮 是贏了選舉 贏到煩不煩 在1994年 華叔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 就是 要將這些人全部 擔心 如果不是 就走人 民協 就繼續生存 有些人不願意 民主黨 就變成這樣 是不是 其實 蕭華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在那個時期做的一個決定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一個人的決定 就是要打造一個民主派的平台 政治的平台 在這個議會 三級議會裏面 都是去拿議席 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儲備 算不算可以說是其實 有程度上 民主黨這樣算是很怪的 民主黨由 殺了 到那個 議席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得的議席是 越來越少的比例 即是說 九一年 港同盟 如果用港同盟計 去到 今日 民主黨 在立法會 佔的席位 和他們在立法局佔的席位 是倒退的 是啊 那會不會適合 他議會都是 如果你這樣說 成功就失敗 你說 因為 華叔三大公職去評論 資源會似乎是最成功 但資源會本身 他不是一個香港活動 他只不過是一個 集合香港人的平台去反對 對共產黨的屠殺 進而否定他的專制 是吧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評價 資源會 現在傷害無線 也有搞到 有些人說他沒有什麼活力 這個是 不是我去說的 因為事實上也很難搞 OK 資源會不是那麼容易搞的團體 做這樣的公職大家去評論 但如果你說民主黨搞協 是可以看到的 而華叔最後來 最大的公職就是 反對不公投 贊成這個 這當然是他 句好或是錦炭好 其實他也是錦炭好 但是我知道我 我問他是不是癌症上腦 其實就是源於這樣 但其實說香港時都沒有很清楚去說 民主黨作為一個黨員 1994年到今日成功是失敗 或者最簡單 剛才說民主黨90年代那麼好 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建制派 你到底是時勢做英雄 英雄做時勢 就是會不會他打算回歸之後 華叔在回歸前後的策略很清楚 第一他覺得香港可能大變 共產黨可能會反面 所以他真的非常謹慎 他有想過如果共產黨選擇你 這就是所謂民主黨有個嚴冬計劃 是否由他的主意之下 儲存一些錢 有些小金庫 所以就搞了這麼多風波 阿土 他也曾經認為他可能在美國 97年之前在美國回來以後不出得去 出了來就回不去 又變成笑談 原來他是來去自如的 他整個思想在97年之後 整個策略就很簡單了 反倒退 反倒退作為一個政治綱領 其實真是等於聖經 就是一個analogy 不是一個analysis 即逢是不倒退就行 那個analysis太過分力 變成一個analogy 你站在這裏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民主黨對董建華如何 反對23條如何 到後期去參加特首選舉又如何 對於在回歸之後出現的極度清楚的 官商勾結 現在民眾的生活13年來 未試過是好的 那民主黨有甚麼貢獻呢 民主黨贊成這個領會 政筆國撥款 反對最低工資 那你這個是不是 聖經說是領導的 因為他不是領導 這個根本都無法教你 為甚麼呢 他就是永遠都不會講清楚自己的意見 不方便講清楚 所以你評價真的非常出現之難 有些是清楚的 即有些好的東西是很清楚 有些很負真意性的東西 但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譬如現在 在這個資源會成立之後 三霸運動他取消 原來只不過是鄧年如說 有百多人下來 個個都精壯如牛 又沒有親戚在香港 即是那幫人下來不明 很相信他們下來會搞亂香港 因為那天是三霸 即是罷工 罷市 罷課 估計有八萬人上街 那斯洛華就取消了他 是吧 因為他是四點多打給他 六點鐘已經上電台 自己決定取消他 但是發生了的就是無事 那你說怎麼搞呢 這些判斷的事 是沒得搞的 其實如果你要我講 第一 因為我又沒有甚麼 我記性相當好 但是沒有一個人幫 即是沒有大家的幫手 你很難去評價華叔一身 無論是正面的立轉 應該是覺得這個轉是有問題 其實都很吃力 因為一來就是華叔的人 基本上除了那些習文之外 等於是好像孔子 耶穌那樣 即他是講的 那你怎麼去 去檢查也檢查不到 寫轉就是一定是 他說的話 可能是不是正確的 但是有那件事 有報道過 有人回憶過 那你 好像金器事件也是 他很遲才介入 他自己也認 後期差不多 七七年發生七八年才介入 是嗎 是嗎 還有追蹤金器事件 始終都不是一個很好的 我今天講完之後 一出街有人說我 但是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都答應了 明報有寫一篇文 我都會希望能夠 略略有些貢獻 即是 是嗎 更多分析 不要用益賊 或者 吹水 是 這件事可能就是 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 有多大的分別 亦都無需要為專者為 其實一個人 他對與不對 不會因為他做錯某件事 是有影響 所謂 下不掩餘 是嗎 好 但是我看現在華叔的 評價 要達到這件事 還要遠 不過我覺得 逢是一個歷史的人物 其實離開我們越遠 他頭下的陰影是越大 或者這樣說 如果越離開越遠 可能隨著時間消逝 又或者那個度 但問題是 因為華叔沒有辦法自己寫轉 我提過幾年前 最重要的是寫那本轉 現在又好像聽說 他的弟弟又和教協欠 欠那個版權 其實那本轉 怎樣做呢 因為華叔是 我真是不知怎樣做 到底他是 用Dictal Phone 講了之後就這樣出 還是有人拿了他的資料 再用春秋八發射呢 是嗎 因為大部分的歷史人物都有選擇 是 一人寫回憶錄 是 一人寫回憶錄 現在沒有 沒有這些 但是華叔就很臨到他已經 知道自己有機會走人的時候 他是找了不同的傳媒 不停講相同的事情 明報 有線 蘋果 其實這個是香港傳媒做的最差的方法 就是 其實老實說 是消費華叔 他不是 有心和華曲社本轉 這就是問題 有無做旁證 例如 有無問其他人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 有一本叫做司徒華語錄 就是 Max 黃偉論 第一條 之間 就是 我 舉我做例 就說 我不帶身份證出街 公民抗明是錯的 其實那個例子 剛剛反過來 我是罵某個人 如果你是這麼喜歡這樣 跟警察撐 那叫公民抗明 你不要帶他人出街 答他 那就立即拘捕你 你是否想這樣抗明 怎麼會反過來講 現在以我傳我 已經變成定論 就是這樣一回事 有時 歷史的東西 這就是以我傳我 那就當是 那就當事實 但如果 在後現代國代講 所謂歷史 其實都是人建造出來的一個現實 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歷史 都是會重構的 問題是一個史家 有史論之外 也要有史識 也要注重這個史料 無論你想怎樣說 某個人 你一定有材料 是經得起推敲的材料 就是這樣 是 磁喘當然是難些 一個寫磁喘的人 如果他時間多些 他已經是一個 有能力找人去代路 以及已經是一個 Celebrity的時候 當然他去找回自己的材料 找人的材料容易些 一個紮實傳記 當然是 他的處腳 是找妥可靠的 或者我不要說 這麼複雜 如果你看回現在 教師運動 香港民主運動 或者甚至 香港在國內民主運動的角色 你覺得現在 成績三項 多少分 可能大家都心中有數 但是如果你用反倒退 又不同 所以其實是一個 認識 你怎樣去 認識論是決定了你 如果你說 十幾年都沒有倒退 功不可沒 因為華叔真的說 反倒退 所以他掌握不了幾個問題 政治上的不倒退 民生上 經濟上的倒退 他怎樣搞 他怎樣認識這個問題 因為他說的是政治的倒退 就是說共產黨來到 直接加強那個壓制 其實問題就是 2003年去反對這個23條 到底是他領導之下 又不是呢 當然有查 第二個就是 華叔如果反對五區公投的話 他要再反對 23條再來的時候 他怎樣反對呢 因為 就是 五區公投 我們利用的就是 訴諸民眾 而亦都有險可守 就是 不讓他拿41票 那實際上是一手 現在華叔已經主動退後一步 那如果23條再來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這樣 因為他 先鋒物足阿田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分組點票 31票對29票都搞定 那你現在泛民無險摸手 我們只有23票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 將來 沒有了華叔領導的民主黨 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 在五區公投那裏 否決了 用這個 辭職造成 補選補選造成 變相公投的方法 去展示民意 去組織力量去反抗的話 你有另一條有甚麼路 有進去新華社談 有找梁愛思 好了 這集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